嗨 你好 這是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第五集囉 我是劉乃爸 這一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Facebook的免費行銷方式 上一集有一個Facebook的付費廣告裡面 有一點很重要的 我忘記 補充一下 就是在我們尋找精準受眾族群的這個廣告刊登方式裡面 還有一個陌生開發的技巧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那些曾經去過你的網站 然後沒有留下資料的人 像我們都常講去你的網站之後 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讓客戶可以讓訪客可以留下資料 至少留下電子郵件或是電子郵件加姓名對不對 那或者是加入你的LineAid粉絲這樣 那如果他什麼都沒有留下 就看看你的網頁 然後他就走掉了 欸 那之後呢 你要怎麼樣再把他們呼叫回來 那個就是我們上一集有講到的這個臉書的像素 那個程式嘛 你要埋在你的網站裡面 然後呢 那個臉書會知道哪些人曾經去過你的網站 那我們有講到在行銷廣告嘛 對不對 就可以刊登曾經 針對那些曾經去過你的網站的那些人下廣告 當把他們當成受眾族群 那我剛上一集有講到就是 如果他們有留下資料 你可以把他們的Email上傳到臉書去當成受眾族群 然後再用類似受眾 類似這些人的受眾族群 就有十幾萬人嘛對不對 但是他們如果沒有留資料呢 欸也沒關係喔 因為臉書有這個程式嘛 可以去追蹤到 你就可以把曾經去過你的網站的那些人設定成受眾族群 這我們在臉書行銷裡面會在技術部分有講這個東西 那你大概知道齁 我們這邊講的是觀念理論的東西 你大概有知道這個功能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這一集要講的就是 怎麼用Facebook的免費方式去做行銷 其實Facebook上面的人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以前沒有臉書的時代 你要去找到一個陌生人 其實是很痛苦的 你可能要去敲門 要去 要去撕那個電話簿 黃頁去打電話陌生開發 或者是沿街掃街嘛 那可是現在在臉書上面 就有這麼多的人在上面 哇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你要跟他們私訊 即使不認識 你也可以私訊給他們 然後取得聯繫的方式 那可是呢 我們這樣子去陌生 在網路上也算是陌生開發嘛 陌生去打擾別人 畢竟不是太好的方法 因為行銷這種東西 但是很 這個對人性來講是很懸的 就是我找你或者是你找我 那個關係是大大的不一樣的 如果是你找我的話 是你有求於我 所以我的地位會比較高 如果是我找你的話呢 我就會變得比較卑微 好像是我在求你 那你今天我們在賣東西的時候 當然你覺得你去求別人會比較容易成功 還是別人來求你會比較容易成功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你 我們做行銷就是希望 你自己去打造一個自己的網路商城 自己的網站 讓別人直接去找你 會去找你的人代表他有需求 而且他的心理狀態已經準備好了他想付費 所以他才會去找你 那你就要讓別人 大量的讓別人知道有你的存在 那在Facebook上面呢 你可以有這三個東西 一個是經營社團的方式 或者是粉絲專業和客戶互動 或者是個人專業的經營自媒體 以免費方式來講的話 我建議就是這三種去做經營 第一個去經營社團 就是他有好處有壞處 大家分析一下 譬如說我們今天 臉書的社團有三種 一種是公開社團 一種是半公開社團 一種是私密社團 有什麼差別勒 公開社團是完全公開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也可以看到你的內容 即使沒有加入社團 也可以看到 那半公開的話呢 是他沒有加入的話 他就看不到內容 但是他看得到裡面的人有哪些 那如果是私密的話呢 是他完全看不到這個社團 當然也看不到內容 因為連社團都看不到了 所以如果是公開社團的話呢 你可以按加入 然後半公開社團的話呢 你也可以按加入申請 但是呢 管理員有權限 在後台去設定 他要不要審核你進入 他如果可以不審核的話 你可以直接進去 但是一般我們會設定審核 我會建議 我們當然是要設定審核 不是隨便阿媽阿狗都可以進來 因為有很多是假帳號 我們不希望假帳號進來 所以一般呢 我會先設定半公開 然後讓那個沒有完成申請的人呢 就是沒有審核過的人 讓他看不見我們裡面的內容 那私密的話呢 是真的已經 因為大家都看不到了 你也沒有辦法讓他們申請加入 所以他們完全不知道怎麼加入 必須要你自己把他們的名字填進來 他們才可以加進來我們的社團 所以一剛開始 我會建議你用半公開的方法 然後成立一個社團 把什麼 把那些對你的訊息 有興趣的人加進來 請他們申請 然後你去審核 譬如說我們今天寫一段文案 然後這段文案呢 是專門 譬如說你對吃辣的是很有興趣的 或者是你對跑車是有興趣的 像我朋友有一個是在那個 他在Toyota的那個RAV4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休旅車 RAV4應該算什麼車 有一點點越野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叫什麼 突然忘記了 算了 反正就是 RAV4好像有四輪傳統版吧 就是比較越野的那種 底盤比較高的車子 有點吉普車的味道 那他們就成立一個社團 那他就在那裡面去經營什麼 因為他本身是Toyota的汽車銷售 汽車銷售業務員 然後他在裡面 跟大家混得很熟 然後那個RAV4的社團 要出去登山的時候 他也跟著去 然後假日有活動的時候 他也跟著去 那他在裡面賣什麼東西呢 他賣的都是那個RAV4的一些 周邊配備 像那種吉普車 其實他有很多周邊配備 汽車都有很多周邊配備可以賣 那他就銷售那些汽車的周邊配備 那有新車資訊呢 他就會告訴大家 因為那個社團裡面就只有他一個是賣車的 其他人都是純粹去那個 去那一整個 大家都是開同樣的車的人一直出去玩的 所以他在裡面跟大家交朋友 這個也是經營社團的一個方式 不過呢 這個社團並不是他開的 這個社團是別人開的 然後他只是加入進去 跟大家打成一片 而且有真的實體的聚會 那如果是我們做行銷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自己開個社團 然後你去登文章的時候呢 就告訴大家說 我在這邊專門討論什麼主題啊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人啊 你可以加入這個社團 那你把社團的網址貼進去 你的那個任何一個公開的管道 讓別人去點擊的時候 連結到臉書去 然後去申請加入 你再審個他進來就可以了 那他的 這是他的優點 那他的缺點是什麼呢 一樣嘛 任何討論區 因為社團就類似以前的那個 網站討論區嘛 只是說大家都已經有臉書的帳號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申請一次帳號密碼 以前的那個網站討論區 都是你必須申請一個帳號密碼 那如果你去很多討論區 你就必須 譬如說媽咪寶貝 你要申請個帳號密碼 然後你去那個01 Mobile01 你又要申請個帳號密碼 那很麻煩 那你在臉書的社團裡面呢 基本上大家都不用再申請帳號密碼 因為大家都早就已經是臉書的會員了 所以他們就只要申請加入 然後你再把他省合進來就可以了 缺點是什麼 既然大家都可以申請加入 然後你審核的時候呢 你也很難知道他的真實身份 這個就是缺點 那萬一他是同業的話呢 他竟然是撈客戶資料的 因為他知道你這邊專門在賣車 不是專門在那個Rub4的那個汽車的那個使用者 哇精準族群啊 每一個人都是開那個Toyota車子 然後你故意加入 結果你是另外一家那個 另外一家賣車的人 搞不好另外一家Toyota的業務 然後你也一起進去 有這種可能啦 你本身假如是Toyota的業務 你開了一個社團 然後呢 你另外一個Toyota的業務 就混進來這個社團 你也不曉得他是誰嘛 那有這個可能 可能就把你的客戶給拉走 所以這是他的缺點 那另外一種呢 經營粉絲專業和客戶互動 我個人覺得粉絲專業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好經營的人 除非你的粉絲真的很死忠 而且真的很多 我說的多是那種幾萬人 或者是幾千人也OK啦 可是呢 那個幾千人不只是按讚喔 他們除了按讚的話 他們還要按那個什麼 你看這個我的粉絲團 這邊以按讚還不夠喔 你還要鼓勵你的粉絲 按讚之後還要按這個搶先看喔 按這個搶先看喔 否則的話你PO文章的時候 他不會去通知你的粉絲 你的臉書的粉絲 他們不會收到通知喔 所以曝光率會很低 因為臉書現在是什麼 盈利的時代嘛 他是鼓勵大家去買臉書廣告 才能夠曝光給你的粉絲 所以沒有辦法 如果你沒有鼓勵你的粉絲 去按搶先看的話 那你的PO文能夠看到的比率 可能已經低於10% 可能已經低於10% 有很多人說 講說低於6% 甚至有人講說低於2% 我不知道啦 反正大概 大家都已經覺得成效不是很好了 這個是臉書的經營 我覺得不太需要去經營是 曝光率很低 除非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有請他們按搶先看 那或者是你的人 真的粉絲很粉絲數量很多 那你去PO文才比較有意義 那但是呢 你還是要成立臉書的粉絲團 為什麼 因為他的SEO效果還不錯 就是他的這個主旨 就是臉書粉絲團的名稱 這個名稱 如果是關鍵字的話 當然你要設定關鍵字 然後人家搜尋關鍵字的時候 你這個臉書的粉絲團 就會跳到搜尋引擎的通常會在第一頁 臉書的粉絲團 那當然如果太多人都取一樣的名字 你要在第一頁當然也是有困難 不過他的SEO真的不錯 好 還有一個好處 粉絲團的好處是登廣告 因為你要登臉書廣告 你一定要開一個粉絲團 否則你沒有辦法登臉書廣告 因為我們在登臉書廣告的時候 他一定要你指定一個 你這是哪一個粉絲團 假設你有十個 他就會有一個下拉 下拉罷讓你去選擇 那你要指定這一則廣告 是屬於哪一個粉絲團 那每一個 那這十個都是你自己開的 就是你自己是管理員的意思 好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臉書的粉絲團 就算你不去經營他 你還是要有 因為你登廣告的時候 他一定要你去指定 OK 這個是粉絲團 第三個呢 個人專業的經營 這是自媒體的經營 你自己的個人帳號 YA 自己的臉書的個人帳號 我覺得臉書個人帳號 非常好經營 因為第一個 他一剛開始就有你的基本盤 就是你的親朋好友 都在基本盤裡面 然後呢 這個親朋好友 再延伸出去呢 就會有更多的朋友 而且有很多人不喜歡在 有很多訪客不喜歡在臉書 跟這個小編 或者是站長互動 為什麼 因為個人帳號比較有人位 比較有人情位 我覺得 然後 而且你看 像我自己 我的個人帳號 這邊有一個藍勾勾 有沒有 藍勾勾是已經驗證了個人檔案 所以只要你有藍勾勾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確認 確認這一個帳號是你自己的 因為現在臉書有很多冒用的帳號 自己的帳號 自己的名字被別人盜用 這個狀況非常的普遍 那如果像我自己 因為我有申請藍勾勾 所以我就很喜歡用自己的帳號去跟大家互動 經營這一個帳號 PO文章在這個帳號 我反而不會去PO文章到我自己的臉書的粉絲團去 然後呢 雖然說 個人帳號 你要記得 個人帳號就只有5000個好友的上限 5000個好友 只能加好友加到5000人 上限是這樣 但是呢 他的追蹤是沒有上限的 就是追蹤你的人 像我這邊有1554個人追蹤 追蹤你的人是沒有上限的 也就是他們 他們沒辦法加你 假設你已經超過5000人了 他們沒有辦法加你好友 但是他們可以按追蹤 那你也可以鼓勵他們按追蹤搶先看 懂不懂 追蹤搶先看 那你刊登的訊息 那些粉絲他們就會收到通知 就是臉書右上角的這個通知 所以 光是用個人帳號去經營 就已經 可以經營得很棒了 如果你的追蹤者很多的話 那跟 那個觸及率比粉絲都還要高 那有的人會說 可是我不希望我的親朋好友 看到我的一些商業訊息 OK啊 但是你要下功夫 下什麼功夫 就是在你的這一個 朋友的分類裡面 你要把它分開 譬如說 你可以分親友類 然後另外一個群組是 陌生 就是不認識 反正你就分認識跟不認識就好了啦 你分太多種類 可能自己以後也 除非你真的很用心 我看過有人真的很用心 他就是 廠商一類 客戶一類 朋友一類 親戚一類 他真的把它分得非常的用心 那對我來說那是困擾啦 其實我是完全公開啦 就是我PO什麼完全公開啦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商業訊息 讓你的親朋好友看到的話 你真的可以把它分成認識的跟不認識的 那你就把一些商業訊息 選擇曝光的時候 選擇那一個不認識的 那平常呢 就是選擇公開 那些商業訊息 你就選擇讓不認識的看到就好了 不要讓親戚朋友看到 這是OK的 但是你要去做設定 好那我們下一節再來講 Google的AdWords 關鍵字廣告